大家好,我是小A,歡迎大家再收看小A的戰地4武器推薦視頻 我今天想推薦給一把國產的輕擊槍 我今天想介紹QBB95輕擊槍 我認為這把槍是一把非常冷門的武器 遊戲中沒有很多玩家喜歡用它 但是雖然說小A承認它不是遊戲裡最好的一把輕擊槍 但是它還是一把非常出色的輕擊槍 對於一些從來沒有玩過低人設計遊戲的玩家來說 它是一把非常容易上手的一把武器 它也是戰地系列中的一把經典武器 在戰地2就有這把武器了 在戰地3,玩家又可以用這把武器 那麼小A非常開心的看到戰地4也有這把武器 它的性能與它的遊戲的輕器就是95式 自動步槍非常相似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感覺它比95式自動步槍要好用 玩家要解鎖QBB95輕擊槍 一定要在支援兵輕擊槍進度中得到28000分 所以解鎖它是非常容易的 從數據上來說 QBB95輕擊槍幾乎是它輕器95式自動步槍的一個克龍 他們的數據非常相似 首先他們的射速是一樣的 QBB95式輕擊槍每分鐘最高只能打出去650發 它的射速是比較慢的 它的子彈飛行速度與它的輕器95式自動步槍是完全一樣的 它的子彈每秒可以飛630米 算在輕擊槍裡面是比較快的 它的後座力與95式自動步槍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除了第一發後座力比95式自動步槍稍微小一點 QBB95式輕型步槍 第一發後座力是乘以1.85倍的 稍微比它輕器95式自動步槍小一點 但是它往上跳是0.24 往左跳是0.19 往右跳是0.09 這數據與95式自動步槍是完全一樣的 那麼唯一幾點與95式自動步槍不一樣 就是QBB95式輕擊槍 它裝子彈速度要比醫療兵用的95式要慢 它子彈還沒有打光的時候 裝子彈要花4.3秒 當它子彈空中打光的時候 裝子彈要花幾乎5秒 QBB95式裝的子彈容量也要比突襲兵用的95式要多 輕擊槍它總共可以裝76發子彈 最後95式輕擊槍 擁有非常緊的子彈布局 它的子彈布局擴散與醫療兵的95式是一模一樣的 小A現在都感覺官方在設計QBB95式的時候在偷懶 直接把數據從自動步槍那裡複製過來 然後就改了幾個數據 就完成了對QBB95式的設計 QBB95是它打出去的子彈傷害與大多數的輕擊槍一樣 除了三把小A長家的重擊槍 就是PKP、Pachinig、M240B還有M60 QBB95是在近距離打出去的子彈最高傷害是24.5 在遠距離它子彈的最低傷害是18 它與大多數的醫療兵突襲步槍是一模一樣的 與大多數支援兵的輕擊槍子彈傷害也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在這上面它是沒有任何優勢的 但是不管QBB95式與95式自動步槍多麼相似 我認為QBB95式比95式自動步槍更好用 首先這把輕擊槍的射程非常遠 而且它攻擊遠距離目標時候 它是非常準的一把輕擊槍 它的子彈也非常多 玩家可以用它來壓制敵人 就是裝了槍架趴在地上哪裡來壓制敵人 你也不需要擔心子彈一會就會被打光了 雖然說它裝子彈的速度比較慢 當槍裡面的子彈通打光 需要花5秒時間來裝子彈 但是一般來說用這把武器 因為它子彈比較多 裝彈容量比較高 一般玩家不會把它槍裡面所有子彈通通打光的 小A非常喜歡QBB95式的手感 我認為它是一把非常準的輕擊槍 它的後座力也非常容易控制 它的子彈布局也非常緊 就算它的後座力習慣是往上往左跳 因為小A喜歡在這把武器上裝個槍架 然後架起槍架來對付敵人 架起的槍架 在我這把槍的後座力幾乎是感覺不到 就算我在上面裝了重槍管 我是根本感覺不到這把武器的後座力 而且我用這把武器加了槍架之後 它打出去的子彈像激光一樣的非常非常準 我點哪裡子彈就會飛到哪裡 就算小A不架起槍架 我能蹲下來 對著敵人在的位置點射 我也有時候可以幸運的打死一兩個敵人 因為這把武器裡面的子彈比較多 我可以維持我的射擊 把敵人整個小瓜通通壓制在我的子彈下 讓他們不敢出來 QBB9050還有一個非常好的特點 就是他的子彈打出去的飛行速度非常快 他打出去的子彈飛行速度 在輕機槍裡面算是比較快的 就是說他是非常適應打一些中距離 遠距離的移動目標的 玩家不需要用他 需要很遠的提前兩 讓敵人跑進你打出一個子彈 而且有了槍架 你的射程不會受後座力的影響 應該更準確的說 就是你的精確度 打中距離遠距離的精確度 不會受到他後座力的影響 不過QBB9050輕機槍還是有他的弱點的 首先他的射速不是非常快 就是意味著他不能與其他武器在近距離交火 雖然說他有95是自動步槍的彈匣 在槍頂後面的射擊 就意味著他的腰射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遊戲裡 大多數玩家用的武器射速都比95系列的武器要高 所以千萬不要用這把輕機槍與敵人在近距離交火 在中距離也不要勉強與一些射速比你快的一些武器交火 要用好這把武器 一定要知道哪裡可以架起槍架 哪裡可以從敵人的側面對他們開火 而且用這把武器一定要利用掩護 用這把武器玩家一定要玩得比較保守 這把輕機槍是不適應衝鋒的 他也不適應在中距離幹掉兩三個敵人的 因為他的射速坦白而且他子彈傷害不夠高 只要一承認遊戲裡有許多比他更好的輕機槍 我認為在大多數情況 就算在QBB95比較突出的情況 比如說中距離遠距離交火 其他輕機槍還是比他好 但是如果玩家不喜歡其他輕機槍非常長的裝子彈時間 或者其他輕機槍後座力規律的話 我建議大家用QBB95輕機槍 他的後座力其實非常容易控制的 而且他的裝彈時間也不算慢 在輕機槍裡面他裝彈時間是不算慢的 這把輕機槍是最適應打一些室外的突襲模式 還有室外的征服模式 打團隊死戰他也發揮得不錯 但是他最不適應的就是在禁止裡敵人交火 小愛認為QBB95輕機槍是一把防禦武器 就是說他不適應進攻他只適應防禦 特別是在突襲模式防禦那一方 我認為QBB95他的發揮地方是非常多的 他玩突襲模式攻擊其實也可以 但是玩家一定要保證前面衝的幾個隊友 用的武器的射速比你快 這樣子讓他們來對比敵人射速快的一些武器 你不需要以一些射速快的武器對拼完 你就直接去幫他們補槍 或者幫他們補給彈藥 好那麼今天小愛就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其實在遊戲中三把不同的95式武器中 我還是最喜歡QBB95式輕機槍 我認為突襲槍還有卡冰槍的95式都太弱 勉強能用 但是QBB95式輕機槍 在遊戲中還是用的比較順手的 在某些情況他發揮的是非常好的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用這把國產的輕機槍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小愛 那麼小愛今天就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請大家保重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